如果大家对于AI伺服器这块有兴趣的话 感觉上好像还是左边这三家公司比较纯 但是这个上面是过去嘛 现在鸿海对于伺服器的营收的贡献 甚至资料中心对营收的贡献没有这么大 不代表未来不会拉伸 就是他未来要更努力更加油 以前鸿海也没在做手机也没在做NB 但是他一进去之后 就把前面的这几个小阿哥给杀得 血流成河嘛 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广达伟创 他们有这个先进者的优势 可能有享受比较高的利润 但是哪一天鸿海要决定开始做的时候 其实不要小看啊 其实这一只大象 他能够呈现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 对产业的结构性的改变 好啦就是说皇帝 我们绝对不能小看他 他这个家大业大 然后他有很多的资源 所以鸿海的未来 我们还是可以做持续的观察 非常好 非常好 很好 Johann д